与陈伯之书 大胆 是哪一个不要命的猪客 胆敢放鸟谋杀本将军 是不知道老子不认识字 主也讨厌我吗 念 持顿手 陈将军足下无恙 姓胜姓生 将军永贯三军 才为事出 弃烟雀之小智 暮鸿湖已高降 习因机变化 遭遇民主 立功立士 开国称姑 诸伦华谷 永茅万里 何其壮也 如何一旦为奔王之鲁 闻鸣笛而鼓战 对丘奴已屈膝 又何列也 董事 什么东西听都没 讲故意 他是说 你变成叛徒 现在跟以前 没得比 首先要以汉光武帝 刘秀为例 当年朱伟 杀了光武帝的哥哥 刘尹 光武帝不计旧怨 保留他的官爵 招降了朱伟 还有张秀杀了曹操他儿子 但曹操对待他 就跟以前一样 扶迷途之反 罔折是语 不远而赴 仙典幽高 主上屈法生恩 吞舟是漏 阿哈 远偶 吞马尾 都知道 你们那个 那个什么 谁作文 都有一个 开门就会看到 山的写法 这家伙是连这个 基本的都不会 到底是要说什么 他说 皇上不计较 你是个 要原谅你了 将军啊 您的祖坟 没有遭到破坏 仍然完好如初 亲戚依然安定过活 你家 也是跟从前一模一样 您的小三四五六七 也都在家中 没有被其他人拐跑 您仔细想想 皇上对你 这么宽宏大量 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咧 当今圣上 英明神武 天下安居乐业 各方都规划称臣 只有窃聚中原的北魏 心怀不轨 在沙漠 与长城之地 顽强抵抗 其实 只是苟延残喘 该是灭亡的时候了 老大 重点来了 将军您现在的处境 就像鱼儿 在沸腾的锅中游泳 燕子竹巢 与窑洞的帷幕上 一样危险 随时 都有被火起来的可能哦 三月的江南草木 欣欣向荣 黄鹰飞舞 想起故乡景色 过往种种 将军啊 您难道不觉得 空虚 寂寞 又很冷吗 您难道 不想爹 不想娘 不想老婆 不想回家吗 该为自己的前程 做打算了 老大 我好想回家 真好骗 看看邱老大 这次包给我多少钱 没关系 好 这次包摆 马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